2023年中国福州国际渔业博览会 6月2日至4日在福州举行 本届博览会展区面积约5万平方米 大约有500家企业参展 覆盖了渔业行业全产业链 那么展会现场展出了哪些鱼 又有什么亮点呢 一起跟随我们的镜头去看看 我们在现场看到了一只重大200多斤的蓝骑金枪鱼 那金枪鱼是怎么捕捞上来的呢 这只蓝骑金枪鱼有200多斤 是用岩神钓的方式钓上来的 被誉为蟹中之王的帝王蟹 又是如何从深海走向我们的餐桌的呢 捕捞帝王蟹是使用体型大的蟹笼 将蟹笼连成一串放入海底 笼中放入杂鱼作为诱饵 帝王蟹会自己钻入笼中 随后将海中的蟹笼拉出水面 从笼中取出活的帝王蟹 我手上这一盘喷香四溢的苦烧鰻鱼 是如何做成的呢 鰻鱼苗从养殖时到加工厂 大约需要养殖15到18个月 进加工厂后再进行吊水清洗 冻晕活沙烤皮烤肉 酱汁烤制速冻等18道工序 一包真空包装好的烤盘就做好了 现在在我身旁的是 本届鱼博会评选出的 鲸鱼大赛选美总冠军 它叫什么名字又有什么特点呢 它叫龙金蝶尾 现在两岁了 身长约17厘米 身形如名 眼球特别发达 突出于眼眶之外 尾其宽大 向头部反翘 向蝴蝶展开翅膀 它是在20个组别 共692位鲸鱼当中选出来的 全场总冠军